这一块地每年都是8万到10万粒 今年的话是暖冬 所以影响到我们今年的田市 所以今年可能最多有没有1万粒 田市农民无奈的说着 原本要在4月开始结果的田市 今年在暖冬影响下 结果率不如预期 和往年相比下降了9成左右 所以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民的经济收入 农民预估连成本都难以回收 第一次那么惨 完全没有的都有 就我们的经济收入来讲 大概差不多是150万左右 但是以今年来讲 可能差不多只有20几万 那这20几万呢 对我们就是一个果农的成本来讲 几乎还不足 田医相公所表示 从4月开始陆续接获农民陈情 希望协助申请农灾 根据田间调查员 四五月勘察发现 种植面积达135公顷的田市 往年平均产量在1656公顿之间 但目前掌握到的农损面积达30% 而且有持续攀升的迹象 以承报给县政府 希望向农粮署申请补助 目前来讲的话 它的程序就是变成 就是县政府他同意正式列入农灾的时候 我们会到每个 我们会先受理 就是说市农的一个申请农灾 申请完以后 我们依照市农的一个申请的 一个数量的部分 我们会逐笔去现场去看 如果一致的部分 我们就会提送给那个农粮署 以及苗栗县政府去做补助的一个依据 今年田市不只是结果绿不如预期 又遭逢强劲梅雨封面 打落许多花果 紧接着又将进入台风季 如果在月强风咒雨摧残 田市恐怕损失更为惨重 国农们忧心忡忡 期盼苗栗县政府 以及农政单位能给予协助 原始新闻 十大陆苗栗滩采访报道